有惊无险 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到一个马术比赛的现场 说到马术一直被认为是西方国家选手的强项 而在日前结束的国际马联场地障碍世界杯成都战的决赛当中 主场作战的中国选手刘彤彦和李振强发挥出色 击败了实力强劲的欧美选手包揽了该战比赛的金银牌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比赛现场的画面 这次参加决赛的棋手有27名 分别来自中国、比利时、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 比赛当中中国队的刘彤彦发挥优异 通过零罚分加赛 最终战胜了英属百慕大群脑的选手 黎斯·贝特获得了冠军